洪萱 这是我妈给你准备的床子 我开门 好漂亮 喜欢就好 我去个厕所 妹妹 你个人呢 就要陪你喝酒杯啊 等什么样子 就要带你去个地儿吗 快活快活 好凶 臭流氓 不 我把老子敢打我 老婆挖你衣服霸了 你会在这儿混 你别这样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哈哈哈哈 今天就像天王老子来了 老子也是 说他 你们两个大老婆 能不能欺负一个女的 算什么本事 哎呀这家伙疯了吧 连黄毛都干扰 黄毛可是抱着了亲弟弟啊 上次一个女的 就比黄毛都不拔了衣服 哎 你以为都快死了 你小子想死是吧 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谁啊 说出来吓死我 我大哥就是豹 听说过高盛 豹哥就是盛哥的第一打手 高盛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废自己的一条胳膊 跪下来给我的女人道歉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算什么臭辣气 还想废我们的哥们 老子也陪你两个哥们 哎呀呀 完了完了 既然敢打黄毛哥 黄毛哥是包哥在那 惹了他必死无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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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冲啊 别让车啊 你小子敢打我 我让豹哥弄死你 叫阿豹过来 我不想跟你们这些小喽啰玩 哎 正好啊 就疯了 豹哥是你想见就能见 我告诉你 这片娱乐怎么都是豹哥的地盘 我是豹哥唯一指定的挂尸人 今天我要把你五马分尸 哎 你闯祸了呀 豹哥可是高盛的手下 高盛是贺贺勇明的黑道大哥 高盛啊 我说他是我的手下 你先进 你怎么还在吹牛啊 黄豹哥 今天这个事是个部分 我男朋友都不懂事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去 再次老道歉 暖了 不要弄死 我还怎么当大哥 哎呀 这件事以我而起 这样吧 您开了架 咱们合计生财吗 哎 小妞 看你也是他民事里的人 我就给他一个活命机 只要你今晚陪我过夜 我就饶着他的个人 你找死 找死的是你 来人 来人 小妞 怎么样 只要你陪我一晚 那我就当行行好 放你们两个一条生命 别说事 这个人我能忍我起 黄豹哥 你放了我吧 我男朋友他也是一时冲动 这样 我花多少钱都行 只要您能放了我们 花多少钱都行 是 好 一百块 什么 一百块 你们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你说对了 哼 兄弟们以前干的就是抢劫绑票的生命 哎呀 突然让我们照看这独岛 还对你俩不习惯 这样吧 我就当行行好 五十块 不过 我要留下这小子 两只手 呵呵 黄毛 我最后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给我女朋友下回道歉 否则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你个狡猫 你怎么找死 给我开死吧 我看谁敢 哎 阿豹 郝哥 您有什么吩咐 旺角娱乐城是不是你的地方 是是是 您要过去吗 我马上让小弟去安排 不用了 我已经到了 这儿有个叫黄毛的小子 是不是你的小弟 是是是 黄毛是给我看场子的 怎么这小子得罪您了 得罪谈不上 他现在就是让他的小弟把我砍死 看完啊 你得给我准备棺材 他妈的 郝哥您息怒 您把电话给他 你找大成 喂 黄毛 你瞎了你的狗眼 竟然敢招惹猴哥 妈 猴哥 这片宇乐城就是豪哥投资的 他是我和盛哥的财神爷 你他妈是不是找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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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小子人远不知赖山 我也能拥出你的身份 你带什么去想什么 这七毛我干不起 你放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黄毛 怎么叫你豪哥 黄毛 黄毛 你知道为什么让高盛投资娱乐城呢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小弟 整天游手耗闲吃喝飘骨 还绑架勒索 我带这所娱乐城的目的 就是让你们有份正经工作 和你们呢 公然在娱乐城里敲诈勒索 把娱乐城变成了草木纳垢的地方 郝哥 你嫲子 是我 Hoffrei死了 我小朋友夫妇 是我奶奶帮我养大ured 我奶奶现在生病住了医院 我们手术费 就需要五毛钱啊 真有义的没办法 郝哥 你是不是我扶朧 只好 看他也听可怜的 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饶饿它 好吧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带着你的奶奶 去天佑医院 那里会给你奶奶免费看病 走过去 好哥 大恩不言谢 小的一定改过自己 重新做人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精神发展吗 我是专程来看你呢 好啊 咱也好久没聚了 走 我请你吃饭去 坐下来慢慢聊 走 我的天 这酒店这么好 你该不会 要到这儿去了吃饭吧 你是我大爷最好的朋友 咱在哪儿吃都不过分 别别别别 咱是外面吃饭 这东西不可能会 没事兄弟 我请着齐 妈老的你 你的情况我太了解了 你妈刚做完手术 你连三毛钱 才已经拿不出来 哎 这是我的体内比较继续 你先拿着用啊 真不如用 你再跟我说我 我在想办法 虽说只是区区的一毛钱 但如果按照以前的面值来算 这可是十万块啊 这样的朋友 真令人感动 我还是要太过了 你过来 我只是英俊 icide这个人 帮你 你身边 在这儿呢 我还是要很可疑 你 我不是